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台湾省政府林郑哲主席 请林主席 段委员好 主席您好,我想您大概应该有充分的准备 那么要准备回答郭冠英的问题 那么我就跟您请教 因为省政府在答复监察院的时候 那么提到了说 这个,你们现在这个外事秘书 那么过去呢 因为原任的这个秘书调升为科长 那么玄缺八个月 那么本府有诸多外事业务急需规划办理 用人恐急的状况之下呢 在103年2月26号上网公告征裁 这个用人恐急啊 在这个玄缺八个月之后才上网公告 所以这个用人恐急 这个急啊 是本来不太急后来才急起来 那么我要跟您请教 既然急了 所以呢 就把本来应该要进行的面试 就取消了对不对 没有应该要进行的面试 因为我们那时候讲的是说 是需求啦 所以这点请段委员谅解一下 你们的公告是这样讲的 你们的公告是说 等到这个是需求啊 择优通知面试啦 这个逗点要逗点在哪里 叫做是需求 就是我要看我的需求去择优 然后我通知你来面试 应该要这样讲 为什么呢 因为后来 你们后来呢 这个郭冠英先生退休之后啊 你们又上网征裁了 你们的征裁是说啊 是个案需求 由本府决定是否面试 这个就是 我不一定要面试 可是呢 郭冠英被录取的那一次呢 你们的公告不是这样讲的 你们的公告是说 事需求择优 然后我再通知面试 所以两次 其实你们总共在他离职之后 你们又公告了两次啊 这两次的用法都一样 就是我不一定要面试 我看我需要 好 那你们的说明是说 对监察院的说明是说 我为什么就不面试呢 你说单位主管 行政组组长 考评后认为 履历上所在资料非常明确 已经没有必要再办理 面试的需求了 所以决定啊 无需面试 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做的 这个决定是我决定的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做了这个决定 是整个流行程序的话 所以你不知道他做了这个决定 所以做这个决定的行政组长 在所有参加这个 看这个审查资料的 总共是七位嘛 对不对 他把这一位郭冠英先生 打的分数是最低的 对啦 对 他决定了 他说看看资料就知道了 这个郭冠英的资料 一看就知道他的 是最不合格 他在所有的考评里面 我给他最低的分数 他说我看他履历就知道了 对不对 是这个组长的考评由他决定 到底是这样嘛 对不对 所以我看了履历就知道 那所以到了您这边 你就把他打了一个接近满分的分数 所以最后呢 这个郭冠英的分数就高起来了 那我再跟您问一个问题 总共有十位报名 是 那么那其他三位为什么不合格 那这要看人事主任 他合不合格 赶快说明 他在衰选 衰选 来 赶快你怎么衰选 赶快 萧主任 来 请萧主任 谢谢委员知识 那个因为我们真材条件 你说要九等合格十岁以上 我知道 这三个是 你们这个官职等 这个秘书 是 见任的秘书官职等 是几等 报告委员是八到九支等 八到九支等 那你们为什么真材要九支等 那我们就是当有相当的历练 因为有经过八支等的历练 再经过九支等的历练 那我们真材 来 那你们这个公告是经过 沈主席做的决定 是这样吗 公告上网当然要经过 机关首长的同意 那后来在郭冠英离职之后 你们现在最近的这次公告 为什么又回到八支等 那因为就是在 我们原来的条件 设定九支等 那个就是应该来应征的人 大概就是 就是我们认为他应该是 好像 那你请回 谢谢 林主席你们的这个秘书 你们现在编制只有一位秘书 这位秘书的编制是八支等到九支等 但是你们公告的资格 就是我要 就是我要 我要建认九支等 合格实受 所以 本来符合资格的八支等 他也来报名了 你们出城就把他剔除了 所以竞争者就变少了 然后现在郭冠英离职之后 你们再公告 就变成八支等 也可以来考 也可以来应征了 这有经过的啦 这不是这么样 你讲的断面 结果就是这样 不是那经过原因 结果就是这样 原因是怎么产生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当你们去用了一个人 这个人在你们 在看他的履历的时候 大概就知道说 他顶多顶多不到一年 他就强制要退休了 结果他不到130年就退休了 他录取之后 他来上班 他来报到 是今年的3月10号 对不对 什么时候提出退休的 你不知道 我才说 你来这边回答 你应该都准备好了 上来说 请你不要再做回去了 你就上来 他什么时候提出退休的 包委员 因为照全需部 那个退休法的规定 是要退休前三个月 就要提出来 所以什么时候嘛 他3月10号报到 你们什么时候 把他的退休的公文 送到全需部 4月中 所以他来上班一个月 你们就报他的退休了 我跟你 我跟林主义再请教 你们给监察院的这个公文 都是您看过的吗 有个答复 我都看过了 对 你们给监察院的答复 里面有提到 说 本府真审 暨考基委员 平日专注了解 关心本身的业务 所以评审委员 对郭源的 在审查人事案的时候 你的意思是他们不了解 郭冠英是什么人 他们没听过这个人 是这个意思吗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是这样的意思 没有错 我们省政府的这些委员们 都是我们省政府的这些公务员 对 平时专注了解关心本身的业务 对 所以与世隔绝了 郭冠英的新闻闹得那么大 但是我们没听过这个人 我觉得最好的处理方式 把你们省政府业务 全部都删光 让你们了解一下 社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不要再办业务了 我再跟你请教一下 这里面 你有提到一位 在给监察院的答复 提到一位热心公益 的资深立法委员 请问是哪一位 是管毕林委员 是管毕林委员 告诉你说 网站上看到的 网站上看到的 网站上看到什么意思 他说郭冠英是应该你们用的吗 他没有这么说 他怎么讲 那个资料是不是 你把这一位资深的 热心公益的资深委员 用在对于监察某位一项热心公益 且问证认真的资深委员表示 什么什么什么 他说你为什么不把他的名字写出来呢 因为我们报告只是 只是报告一个事实嘛 那我们也没有其他说必要把他名字 他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呢 他有指引你们说要发给郭冠英退休金吗 没有啊他只是讲的是他的看法 所以你们对于监察院的这个报告 这个答复 其实我坦白讲 看起来通篇 其实都是莫名其妙的说法 你们告诉我们什么 你们告诉我们说 当我需要用人 我公告征裁 我公告征裁 其实八十等可以来考 可以来应征 但是我不要 我一定要九十等 所以把郭冠英的竞争者 的人数减少了 然后呢 他来应征 审查的资料 单位主管 行政组的这个主管 给他的分数是七位里面最低的 然后行政组的主管认为说 其实我看了这些资料 其实不需要面试了 看了履历就很清楚 表示他觉得已经有适当的人了 但是到了 机关首长就是您手里 把这个本来行政组的主管 认为说最 最不合格的 打了最高的分数 然后你又全选了他 然后 3月10号 他来上班了 4月中 你们替他提出退休的申请 送到全讯部 他退休之后 你们又两次的上网公告 在第二次上网公告 就把九指等改回到八指等 我们都有原因的啦 我当然知道有原因的 是谁交代的 没有人交代 没有人交代 是我们内部讨论的结果 是你自己发明 是你自己想像的 不会啦 我们是几个主管讨论的结果 我坦白说 是 是 我觉得就这件事情上 你这个省主席 把整个省政府都害了 你这个省主席的堕落 让台湾省政府变成台湾自治史上 本来就 本来就不应该继续存在的一个机关 在大家都很尴尬的状况之下 搞到臭名远播 你竟然还有这个脸呆在这个植物上面 你竟然还有这个脸去跟监察院做这样的答复 你竟然还有这个脸站在内政委员会面对我们 我一开始就讲 说这些你都应该准备好了 结果你自己都不敢回答 还要找你人事主任上来替你讲 就是你做的决定 你做这个决定 你如果跟郭冠英没有私交 就是有人对你下达指令 对你下达指令的人你不肯讲 就由你自己负起全部的责任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邓委员 好 这个建筑